大家早上来到8月13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我们看看昨晚美股情况 导致升了14点 报35,499点 S&P升了13点 报4460点 另外纳指升了51点 报14,816点 我们看看 令德时代要集资不超过582亿元 用于福顶时代理尼子、电池、生产基地等项目 另外中信证券也说预计下半年 理晶矿主流成本价、成交价 都会突破1200美元一吨 刺激了相关电池上油产烈的板块 留意金锋利业1772力径 另外车电池原材料的板块也要留意 另外李宁出了业绩 2021年上半年 公司收入101.9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65% 毛利率上升了6.4% 到55.9% 另外Stakeholder的英占利润 也有19.62亿元 同比增长了187% 业绩过后 相信之前的好消息也反映了股价 身上加上奥运也已经完结了 看看会否真的留意着淡仓 指示位放在97.97-98为止 另外银鱼27日中期业绩扭规为影 去到9亿港元 今天都有19.28金沙的业绩 看看会否带动相关的倒股 另外央视新闻也说到 中国、东南亚和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很高 首次超过了每标商2万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业络人士也说 1至7月中美贸易已达到2.62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28.9% 大大高过进出口整体的增幅 也推动了中美航运的价格 所以要留意着 继续航运板块和货柜、装商股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